那么撩踹点心这一个动作呢 也是一个攻防一体的动作 假如说我们背对的对方 敌人从背后向我的左侧方 就是我的头部袭来的时候 用长棍或者长兵器袭来的时候 那么回身撩棍 撩棍的时候也是一个格挡动作 那么以短棍的棍身去撩对方的兵器 最好的状态是 是击打起手 直接打到他的手 对 撩棍直接打到他的手 比如说他向我的身侧进来 然后最好的是打他的手 顺序一次就让他的兵器脱落 然后挡开之后 那么第一个如果没有撩到他的手 那么如果我打到他的棍 把它挡开之后 让他的心窝这一块出现一个空档 那么撩棍的时候 整个腿就已经跟上了 撩踹点心这是一式动作 连格带挡 一二顺势就踹起他的心窝 对 这个腿叫做窝心腿 也叫开门腿 就是踢对方的心窝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动作呢 是讲究一气呵成 从撩棍开始正蹬 蹲心窝 如果他开始格挡 用棍身往下替挡的时候 那么我顺势直接倒他的心窝 或者是倒他的面部 对方的心窝 对方的心窝 所以 就是 您